三小指单飞的消息,就被放了出来,这不,三个人分开以后,似乎资源也越来越好,说起综艺,王俊凯有高能少年团,王源又王牌对王牌,一阳先喜又放开我被逼,难道始终没有合体的他们,真的分别签了不同的团队? 此前,就有风声说,三小指其实被三位大花给领走了,王源牵给了范冰冰,王俊凯牵给了李冰冰,一阳先喜牵给了赵薇,但目前各家都没有透露出风声,而且,二字弟弟王源和三字弟弟王俊凯的形势相当明显,只是一阳先喜牵给赵薇的消息,却还没有任何实锤,王俊凯是最早的TF家族成员。 很多人说在TF Boss三小指当中,唯有王俊凯是嫡系,原因是王俊凯是三人中最早签约时带俊风成为练习生的孩子。 2010年,年仅11岁的王俊凯,在学校上厕所,被星探发现进入公司,而这位星探正是他们现在的经纪人黄瑞。 当时除了王俊凯之外,团队还有几位比他稍大的成员,以TF家族组合出道,还除过单曲《我不要改变》,王俊凯,王源曾组员凯CP。 当练习生辛苦人尽皆知,而年近十几岁的小男孩,做练习生则更加艰辛,也正因如此。 当时TF家族不少少年陆续离开,唯有王俊凯留了下来,随后,公司招募了第二批练习生,王源就是其中,中之一。 当时公司安排王俊凯和王源合作,在微博上发了不少资质MV,吸引了不少关注。 翻唱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,洋葱,董小姐等歌曲圈粉,也让凯云CP被很多人熟知。 易阳千禧加盟前就是小童星,易阳千禧是最晚加入公司的成员,但在TF Doys成立前,易阳千禧其实早已成立另一个童星男团组合,飞选少年。 当时易阳千禧和另外两个北京小男孩段旭宇,王嘉纳组成的这个三人组合还上过央视,后来退出组合后签约时代俊风,于201。 中文字幕发展。